据环球网3月9日报道 当地时间3月8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 超过120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从俄罗斯图拉州运抵乌克兰哈尔科夫州 目前这批物资已经被分发到哈尔科夫州的各个居民点 主要提供给妇女 儿童和老人 从现场画面看 俄军士兵站在车上分发物资 当地居民穿着棉衣排队领取 还有老人推着自行车在等待 队伍密密麻麻 一言望不到头 当地时间3月8日晚 俄罗斯成立的乌克兰人道主义响应协调指挥部发表紧急声明 宣布自莫斯科时间3月9日实施起 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将再次进入寂寞状态 并对基辅哈尔科夫 切尔尼哥夫 苏美 马里乌波尔五个城市提供人道主义走廊 帮助当地平民撤离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14天 记者派到俄军出动装甲列车掩护平民撤离 当地时间3月8日晚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最新战况信息 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一共瘫痪了2581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其中包括90个指挥所和通讯点 123套S300 沙毛局M1和黄蜂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81个雷达站 此外 俄军还击毁了897辆坦克和装甲车 95套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 336门火炮和迫击炮 662辆军用车辆和84架无人机 164辆军事顶 aj bit 172辆军事顶 17452辆军事顶 总谤 卫 sha toe 224辆军事顶